九九,九九一个四五岁奶娃哭着奔过来直直扑进凤九的怀中,凤九蹲下身子猝眉道这又是怎么了? 娘亲,为什么他们都有爹爹,而我没有? 怀中传来嫩嫩的声音,听得凤九心中一酸,这孩子出生也有四百多年了吧? 有些事到底要不到告诉他,思索良久后,柔声安慰滚滚,你先去学堂。 回来后,娘亲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好吗? 好,滚滚抬起泪迹斑斑的小脸道,带送滚滚去了学堂后,凤九想了想后还是选择去了十里桃林。 折眼与白针见着凤九皆是十分惊讶。 小九,这么多年你都去哪里了? 是啊,当初你生下滚滚后就时不时晚起了失踪,这些年你过得可还好。 滚滚他还好吗?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小九让你们担心了。凤九看着面色焦急的两人,苦涩不已,自己终究还是让他们操心了。 傻孩子,回来就好。 白针爱怜地摸了摸凤九。 小九,关于滚滚的事你还是不打算告诉东华吗? 折眼问道,凤九摇了摇头,我真的不想再害他了。 言语间满是苦涩。 折眼微微叹气道,你可知滚滚出生时,四海八荒送了滚滚一份贺礼。 凤九茫然地抬头,是吗? 时到天雷,硬生生披在了太陈宫。 折眼道,那日的情景的确也把他吓得够呛。 凤九猛然大惊,太陈宫。 到底怎么回事? 帝君他,激动地问道。 凤九不敢想象失了九成功力的东华,要是受上这十道天雷,会是如何? 硬结吗? 白针听后也是一愣,忽然又恍然大悟到怪不得。 那日小九平安生下滚滚后,你又急匆匆地上了九重天。 折眼暗暗勾起嘴角,兄弟,哥就帮你到这了。 剩下的可就靠你自己了。 富儿又开口小九你别急,听我说完,招呼两人坐下。 那日,太陈宫惊献天雷,我赶过去后,却发现,批的不是东华,而是三生石。 三生石? 帝君去课了。 白针问道,折眼摇头就他当时那身子,别说课三生石了,就连太陈宫都出不去。 诚然,那是东华的身子,的确是差到了极点。 若非靠着折眼的逆天的衣术,怕早就凤九低下头眼里擒着泪。 所以我说是四海八荒送给滚滚的贺礼,那时到天雷,竟硬生生在三生石刻上了东华子辅少阳君七个字。 凤九猛地抬头,满是惊喜,真的吗? 折眼郑重地点头千真万确,这件事也一直想告诉你,但找不到你啊。 所以,你还是不让东华知道滚滚的存在吗? 我还不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至于滚滚你们安排吧。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好,折眼一口应下,滚滚该下学堂了,我去接他,晚一点我把他送来。 待凤九离去后,白针一脸担忧真的要把滚滚送到帝君呢? 折眼看了眼白针到东华又不会委屈了滚滚。 这是自然,再说了,他当我们青秋是吃素的。 可是滚滚那头银发会不会太过于招摇? 白针继而问道,我担忧的也是这个,算了,还是用幻容术吧。 夜幕降临,凤九准时将滚滚送至十里桃林。 滚滚拜见四叔公,折眼上神。 滚滚向两人行礼。 快起来。 白针扶起滚滚。 滚滚。 娘亲有事要办,你跟着你四叔公。 好,娘亲我会听话的。 滚滚道。 凤九离去后,折眼一脸郑重地道,滚滚,你跟我来。 滚滚一脸茫然地跟着折眼走,而白针则走向厨房滚滚你可知道, 九重天太成功东华子府邵阳君。 滚滚当然知道,不就是昔日的天地共主吗? 折眼笑着点点头,你知道他多少? 滚滚很是不解,但也还是照实回答地上战士, 尝着紫衣,发似流泉,目夺心灰,风姿绝胜。 折眼听着笑意更胜东华语,我也算是顾骄了。 滚滚一脸不解折眼你今天好奇怪哟。 折眼摸了摸滚滚那头银发你这说的倒是极好, 可这就是世人对他的评价,而不是真正的他。 滚滚一脸的好奇,不是吗? 可是,史书是这么写的呀。 折眼笑着摇头滚滚,史书是不可全信的。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八个字,没脸没皮,厚颜无耻。 滚滚一愣啊。 不过东华有一点倒是与你一样,也是一头银发。 不,应该是你与东华一样。 滚滚更加糊涂折眼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告诉你,东华子府邵阳君便是你的亲生父君。 折眼一句直接惊呆了滚滚,滚滚满脸不可置信你说东华帝君是我的父君。 不错,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随着折眼的叙述,滚滚抬起满是泪的脸,我想见见他,可以吗? 一脸的期待。 好,明日我便送你,去太成功。 滚滚点头又到你们谁都不可以告诉他我是谁。 为什么? 滚滚跺跺跺想要我和久久哪有那么容易? 折眼瞬间明了,滚滚是何一你就不怕他把你丢出去。 滚滚瞪眼他赶,我拆了他太成功。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三件事要嘱咐你。 第一,你这一头银发太过于耀眼,要藏。 第二,九重天不比青秋,不可胡来。 第三,你因继承了东华的九成法力,所以一出生便是上仙,而白玉又乃上古神授白责,所以不到危急时刻,不可让白玉与银媚见现实。 这三件事,你可做得到。 滚滚做得到。 滚滚神情庄重,眼中流露出来的是与他年纪不符的沉稳。 殊不知,滚滚近日一口印下的三件事,除了第一件没有一件是做到的。 第二日天明,哲言便带着白滚滚来到了太成功宫外。 小仙拜见上神,私命见到突然到来的哲言一愣,难道帝君身子又出了状况? 当看见躲在哲言身后的白滚滚,更是一愣。 去告诉东华,我有小九的消息。 哲言道,好,小仙这就去。 他是谁? 白滚滚一脸好奇地问道, 他是东华坐下的私命星君,掌管人间凡人气韵。 原来是父君坐下的小神仙,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滚滚一脸好奇,哲言悠悠一笑四海八荒能得你父君赏识的人不多,私命就是其中之一。 滚滚默默点头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吗? 内倒没有,不过私命也算是个神人,你可知,在这四海八荒最不能得罪的人有两个。 一是太成功的东华帝君,二是天府宫中的私命星君。 前者是四海八荒的主人,得罪了他,指不定什么时候给你穿小鞋。 后者是专思天下之人,包括下凡历劫先人命令的私命,得罪了他,指不定在你历劫的时候给你下什么绊子。 因此,在天界,得罪谁,都别得罪这两人。 滚滚听后恍然大悟,跺了跺脚父君是天地共主那会给人穿小鞋。 不过这私命星君倒是有趣,滚滚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结识这位有趣的私命星君了。 太成功内,帝君,哲言上神来访,还带着一个小孩。 私命恭恭敬敬地道,软踏上的人睁开双眸折眼,他来做什么? 折眼上神说他有小殿下的消息。 私命话刚说完,踏上便没了东华的踪影。 小九在哪儿?突然出现的东华吓了哲言一跳,更是吓了白滚滚一跳。 白滚滚看着眼前面带极色的人,这便是那个娘亲深爱着的男人吗? 而东华似乎也注意到了白滚滚。 当他看见白滚滚的那一刹那,不知为何,心中觉得有一处柔软的地方被触动。 这孩子是…… 白滚滚丝毫不切声眨着大大的眼睛望着东华,傅君的声音可真是好听。 小九很好,这孩子是个孤儿,机缘巧合之下救了小九。 疑命,原本是寄养在我尸里逃临,可今日我有事要办,所以把这孩子送来你处。 你不介意吧? 东华还未回话,眼前的哲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徒留下一个包袱和滚滚。 帝君,滚滚很好养活的,你就收留滚滚吧。 滚滚一脸可怜地望着东华。 可心里却想着,听娘亲说父亲宫里有很多宝贝,嘻嘻。 算了,司令你安排吧。 小九无事他也便安了心,至于这孩子,既然对小九有恩,做不过是一口饭的事。 可身后的司令却看得目瞪口呆。 他跟在帝君身边十几万年,熟知东华的脾性,深知从太成功丢出去的人数不胜数,果然易遇到小殿下的事儿的帝君便便了。 司令叔叔,我住哪里? 滚滚迈着小短腿,跟在司令身后。 这个,司令着实没有想好。 算了,你去告诉石头,我要住在泽西殿。 司令一愣,石头,指的是谁? 该不会是帝君吧? 就是刚刚那个白头发的老头。 白滚滚一脸无味地道。 司令慌忙捂住滚滚的嘴。 哎哟,我的小祖宗,你可还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这话可不能乱说,要是被帝君听见了。 滚滚一把推开司令你去告诉那块臭石头,我就要住泽西殿。 要不然,他就别想见到他的酒。 滚滚见着司令不为所动。 还不快去。 司令这才反应过来。 好,好,我这就去告诉帝君。 想说什么就说。 东华,见着司令欲言又止的模样道。 滚滚说他想住泽西殿。 司令硬着头皮说道。 东华眉头一簇,这泽西殿与自己的寝殿离的最近,当年小九曾住过两日。 安排他住其他的地方,东华直接拒绝。 可是,滚滚他还说如果不让他住那,您就见不到小殿下了。 东华脸色微怒。 本帝君的话你没听到吗? 还不快去办。 是... 司令慌忙退下。 怎么样,他答应了。 滚滚一见司令出来便问道。 帝君说让小仙安排你住别的地方。 哼,我自己去和他说。 说着便冲进了书房。 臭石头,你为什么不让我住泽西殿? 东华背着突如其来的一句,晃了晃神。 看着眼前怒气冲冲地滚滚,深深皱眉你怎么进来的。 太成功处处有自己不下的结界,这孩子竟然可以自由出入。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说小爷吗? 小爷是谁你管得着吗? 你这块臭石头。 东华第一次觉得自己活了三十六万年,竟然第一次被一个矛头小子对得无言可对。 小爷我告诉你,泽西殿小爷,我住定了。 哼,一旁的司令看得是目瞪口呆。 帝君,那刚刚还一脸可怜的孩子怎么就这样了? 随他。 受了错的东华帝君从嘴缝里挤出这两个字,便甩袖离去。 他要去好好查查这个敢骂他是臭石头的小孩,到底是什么来历。 司令叔叔,麻烦你把我的行李搬到泽西殿吧。 滚滚一脸笑容,对着司令说道,好。 司令愣愣看着眼前这个刚刚还在对帝君人,现在却是那样的乖巧可爱,不免觉得刚刚他看到的一切是真是假。 安顿好了滚滚,司令赶忙回东华处复命。 帝君,那孩子究竟是何来历? 为何小仙总觉得莫名熟悉? 司令不解得到他竟可以自由出入我设的结界。 不单是司令不解,东华更是不解。 你且看好他。 是。 滚滚熟悉了自己的寝殿后,把他的宠物白玉从藏戒中放了出来。 小白。 白玉化为寻常白猫模样,蹲在滚滚身边。 滚滚抱起白玉的小白,我见到我父君了,可是我父君他不知道我的存在,我看得出来,父君很爱很爱娘亲。 可是我今天骂了他,我知道我不该骂他,可是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滚滚对着白玉叙叙叨叨。 白玉轻轻顶了顶滚滚,主人,你怕什么? 来的时候哲言上神不是说了吗? 让主人你跟着自己的心走。 滚滚想起与哲言分别时,哲言告诉他,记住,不要让自己受委屈。 你的背后是十里桃林和青秋。 滚滚抱紧白玉。 那我便听哲言的,跟着自己的心走。 殊不知这一走,将九重天闹了个天翻地覆。 一览芳华内,浅浅,出什么事了? 叶华急冲冲赶来,小九把滚滚送去了太成功。 白玉将一封信给叶华,这叶华看完后也是一惊。 帝君能招架得住滚滚吗? 白玉担忧地道。 浅浅,这是帝君的家事。 我们不便过问。 叶华揽住白玉。 算了,随他去折腾吧。 白玉摇了摇头,继续看他的画本子。 好无聊。 滚滚百无聊赖地,在太成功内闲逛,身边跟的是白玉。 小白,你说那种灵兽好吃。 滚滚望着后院里的各种灵兽。 白玉身子一抖。 主人,这些可都是帝君养的,你要吃。 不可以吗? 可以,可以白玉不再说话,他怕自己再说下去,这位小祖宗回头一个不高兴把自己考了。 滚滚,原来你在这。 滚滚转身,见是私命私命叔叔你来了。 帝君他要闭关。 私命深知帝君此次闭关的重要性,所以万不能让滚滚打搅到帝君。 臭石头要闭关? 为什么? 滚滚一脸疑惑。 帝君当年身受重伤,因忧心小殿下一直强称,如今已知小殿下无碍,这才安心闭关。 私命解释道,滚滚这才想起,自己身上的修为有大半是来自他。 他不会有事吧? 纵然他对东华有再多的怨恨,可却无法改变那血浓于水的事实。 帝君是天地共主,自然无事。 私命不知道为何说这话事,竟然显得底气不足。 滚滚盯着私命看了一会,笑了笑。 哼,这肯定有事。 私命叔叔,臭石头的绝学我也会。 啊,私命还未回神滚滚以不见身影。 小白,我们去看看他。 主人,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白玉十分不解,我再不喜欢他,也改变不了他是我父君的事实。 再说,我也不想他真的出事。 滚滚道,你们神仙好麻烦,还是做神兽好? 白玉跟着滚滚来到东华的书房。 你在这里等我。 滚滚直接推门进去。 他现在肯定不在这里,让我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滚滚嘀咕着,翻看着书桌上的点集,当看到其中一侧是大惊失色,父君这是不要命了吗? 滚滚紧紧攥着那点集。 真是的。 眼中早已没了先前的幼稚,取而代之的,则是沉稳。 想了想,还是把点集带走。 门外白玉守在那里,不许任何人靠近。 主人,你出来了。 白玉上前蹭蹭道。 小白,你知道吗?他想要以一己之力灭了霍兰的上谷魔头。 滚滚抱起白玉。 霍兰,上谷魔兽,一旦出事便是毁天灭地。 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让我的父君出事。 上谷魔兽又何妨,我白滚滚定能灭了你。 白玉自从滚滚幼时便陪在滚滚身边, 早与滚滚签订了契约,心意相通。 那主人,接下来怎么办? 他现在宣布闭关,怕是早就到了黄明之地。 小白你先去十里桃林找折岩。 滚滚交代道。 可是主人,那里太危险了。 白玉想拦住滚滚。 小白,你忘了,我的修为了。 白玉这才放开滚滚,一溜烟不见, 化为原身奔向了十里桃林。 黄明之地内,满天飞沙之下, 一紫衣银发之人,肃然而立。 东华帝君,你以为到了现在, 你还能灭了我? 东华眼前是一团漆黑的雾气。 为何不能? 东华首提苍合。 哈哈哈哈,好一个天地共主。 一场混战过后,东华帝君, 你如今只有四成功力, 你能灭得了我。 天又昏暗了几分那边试试吧。 待滚滚赶到之时, 已过了半日没有小白在, 就是走不快。 滚滚揉揉自己的小短腿,嘀咕着。 富儿又看了看手里的银妹, 见欲见术也不好用啊。 可当他看到那皇陵之地的景象, 不禁心中一颤我的个神啊。 来不及多想, 直接握紧银妹。 姐姐! 入口处闪耀着紫色的光, 滚滚犹豫了, 如果就这样冲进去, 肯定会伤到夫君的。 滚滚在入口处急得团团转, 就在他着急之时, 又一道闪电在空中乍响, 傅君。 滚滚心下一惊, 他虽小, 但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不管啊。 手中紧紧握着银妹冲了进去, 东华自然感受到了结界的震动, 不免怀疑自己的结界何人能破。 对方是敌是友, 正当疑惑之时, 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你动他一个试试。 东华转身一看, 是他, 今早折言送来的那个孩子。 胡闹, 你来做什么? 猝着眉快回去。 滚滚看那微怒的东华, 你这块臭石头要是死在这里, 久久会伤心的。 瞪了他一眼道, 哈哈, 好一个矛头小子, 今日我便让你永来无回。 霍兰狂傲道, 能打得过小爷的人还没出声, 滚滚眼中十分不屑, 却在心里补了剧, 臭石头除外。 东华看这小小的人, 这人究竟是谁? 可以破了自己的结界不说, 竟然还如此胆大, 还有他竟然看不出他的修为。 东华只觉得眼前一闪, 便没了滚滚的身影。 坏了, 东华暗叫不好, 虽然自己先前受了伤, 但这孩子, 肯定不会是霍兰的对手。 于是提起苍合, 滚滚霍又出现瞥了眼东华, 他的命能在腹部。 滚滚道, 东华并未回话, 只是一次又一次攻击霍兰的腹部, 两人配合得无懈可击。 不好, 他要跑。 滚滚大叫道, 哼, 滚滚没一咒, 面露霸气。 你会浮生九天吗? 回头看向东华, 自然。 东华道, 可心中却在疑惑, 浮生九天是自己独创, 从未教育别人, 他是怎么知道的? 好。 滚滚率先出剑, 东华连后紧接而上, 两人皆是全神贯注, 都没有注意到身后何时出现了一个魅影。 去死吧。 一把案件直冲东华而来, 东华紧急躲避, 却还是慢了一步, 手臂被刺伤。 哈哈, 东华帝君, 中了我的毒, 看你还有何办法? 霍兰狂傲地笑着, 滚滚满脸怒涩, 眼中似乎要喷出火来。 你敢伤他? 紧紧攥着银内, 周身开始散发出妖艺的紫色光环。 滚滚看了一眼东华, 心中想到, 得速战速决, 要不然, 傅君真的会出事。 于是提着银媚, 便冲入了黑雾中。 东华因为受伤, 并未注意到滚滚, 带他回神, 眼前早没了滚滚。 臭石头, 你没事吧? 一炷香后, 滚滚满身是血的出现的东华面前。 霍兰被我灭了。 滚滚道, 东华一愣, 什么? 滚滚翻了个白眼, 我说后来被小爷我灭了。 再次重复道, 你真的没事吧? 滚滚看着东华略显苍白呢, 脸色问道, 没事。 东华强忍猴间的心田道, 我们出去吧。 十里桃林内, 熬屋。 白玉冲着毛屋一通乱喊, 终于把哲言喊了出来。 白玉? 熬屋熬屋, 白玉对着哲言一通叫。 当哲言听懂后, 吓了一跳, 还真是父子。 感叹一句, 立即赶往黄明。 东华与滚滚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 突然东华再也忍不住, 一口黑鞋吐了出来, 直直地倒了下去。 滚滚大惊失色父君, 飞奔过去。 可惜东华已经陷入昏迷, 并未听到滚滚喊了些什么。 滚滚第一次慌了神, 父君, 你怎么了? 慌乱之后, 也迅速冷静下来。 施法直接护住了东华的心脉。 滚滚。 怎么了? 这是? 滚滚抬头见是哲言直接扑了上去哲言哲言, 救救他。 哲言走到东华面前, 把把脉眉头皱紧先回去再说。 说着, 架起东华, 直奔十里逃林。 幸亏你护住了他的心。 哲言道, 可他为什么会伤得这么重? 滚滚直勾勾盯着东华, 那一案件应该不足以伤他成这样。 哎, 当初你娘亲断尾刻三生时, 东华以仅有的一层功力替娘亲挡下了天法。 差点语话, 这四百多年来也一直是病痛产生, 也就这几年略有好转。 哲言解释道, 他想起那一天仍旧是心有余悸,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四百多年哲言三天两头往九重天跑的原因。 滚滚沉默不语, 原来父君这四百多年不来找自己和娘亲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会没事的, 对吗? 哲言自然是感受到了滚滚心情的变化。 会没事的。 他是天地共主, 怎么可能会有事? 只不过要是长期这样下去, 会不会出事那可就说不定了。 那现在怎么办? 滚滚接着问道, 你先出去, 我要替他疗伤。 哲言道, 滚滚出去后, 哲言便施法替东华疗伤。 一个时辰后, 东华缓缓睁开眼我怎么会在这里? 哲言没好气得道, 是滚滚找的我, 说你出事了。 不是我说你, 你真把自己当成昔日的东华帝君了。 单枪匹马地就去灭货兰。 哲言想起这事, 还是怒气冲冲。 你我相识几十万年, 有些事我以为你会明白。 东华坐起来, 平复了下气息。 唉, 你呀。 哲言摇头道, 他怎么会不了解东华? 正是因为太了解你。 说着, 丢给东华一张药方, 暗方抓药, 连吃三天。 东华接下药方, 多谢。 哲言喝了一口茶, 你我之间何须言谢? 那孩子到底是谁? 东华想起这半天来所发生的事问道。 哲言放下茶杯道, 受人之托, 无可奉告。 也不知道这滚滚到底想要做什么, 死活不让他们告诉东华他到底是谁。 告辞, 就要东华走出门时, 哲言突然又说道你究竟能不能和小九在一起, 他是关键所在。 东华一个转身, 你说什么? 哲言一个微笑, 天机不可泄露。 滚滚一脸担忧地蹲在桃花树下, 手里撕着片片桃花瓣。 见着东华出来直接扑了上去你没事吧? 上上下下打量着东华, 脸色还是有些苍白, 心中思索着回去后找些什么东西来给父君补补身子。 有了, 听哲言说过天君那里有一株上好的千年血灵芝。 没事, 东华道, 以后不准再冒险。 滚滚气呼呼道, 东华看着他, 最后只说道回太成功吧。 滚滚拉住东华的衣角, 抱我, 我走不动。 东华愣了下, 但也还是弯腰抱起了滚滚, 滚滚窝在东华怀中。 嗯, 原来父君的怀中是这么温暖, 看来以后得多让父君抱抱, 东华自然是不知道滚滚心中所想。 帝君, 你回来了? 思命见到帝君很是惊讶, 请要王过来。 东华轻声说道, 思命这才发现, 东华怀中竟然抱着滚滚, 而滚滚早就在回来的路上睡着了。 可是帝君身体有恙, 小仙这就去请要王。 思命退出, 小仙拜见帝君, 要王进来, 功功尽尽道, 给他把个脉。 东华瞟了瞟踏上的滚滚道, 要王一愣, 这孩子和帝君什么关系? 这可是帝君的床, 但也还是上前把脉。 回帝君, 小公子无碍, 只是累了点, 睡一觉也便没事。 知道了, 你下去吧。 东华看着滚滚道, 是, 小仙告退。 折言的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 东华深深不解,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算了, 让他睡在这里吧。 东华轻轻替滚滚 掖了掖背脚, 东华起身的瞬间, 却愣住了。 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仔细看着熟睡的滚滚, 为何我总觉得你很熟悉? 为何我总是想要照顾你? 东华喃喃道, 转身关门出去。 帝君, 此行可还顺利。 司命一直守在门口, 见东华出来赶忙问道, 眉目间担忧不已。 霍兰被灭了。 东华道, 恭喜帝君。 司命洗上眉梢, 是滚滚灭的, 今日若不是他, 本帝君怕是直接语化了。 东华又道, 啊, 是滚滚, 司命目瞪口呆, 帝君, 这个司命明显不相信。 此事千真万确, 东华转身去了书房, 嗯, 睡得好舒服。 滚滚睁开眼发现已是日上三杆, 咦, 这里是哪里? 好像不是自己的泽西殿。 滚滚看了看殿内的陈设, 古朴典雅, 但又处处散发着帝王之风。 爬下床, 拉开门, 被外面刺眼的阳光, 晃了晃眼。 滚滚, 你醒了。 帝眼中的不是敢退去, 发现司命站在面前。 司命叔叔, 这里是哪里? 司命笑眯眯道这是帝君的寝殿。 滚滚转身, 果然上面好好挂着紫云殿三个镀金大字。 现在什么时辰了? 我睡了多久? 滚滚看着外面的阳光, 自己应该睡得挺晚了。 三天, 现在是午时。 三天来, 东华一直睡在书房, 之间也让药王来看过, 药王只说是没睡够。 我睡了怎么久? 滚滚也是吓了一跳, 看来是得去取血灵芝了, 可是怎么取? 滚滚在心里盘算道, 突然又露出笑容, 有了。 司命叔叔, 臭石头他人呢? 滚滚笑得很是灿烂。 帝君, 今日去参加了朝会, 还未回来。 司命道, 知道了, 谢谢司命叔叔。 滚滚笑着跑开, 这里应该就是父君的书房了吧? 让我看看, 父君的书房里有什么好东西。 滚滚悄悄打开门, 大殿之上的东华, 在滚滚打开门的瞬间, 便感知到了姐姐的震动, 再一仔细感知, 是她, 便不再多管。 顺手将书房里的几处机关减弱, 可别再伤了她。 做完这些后, 继续听天君说话。 小白, 你在这里守着。 滚滚对着白玉道, 白玉无力望天, 自己堂堂上股神兽, 竟然沦落到守门的地步, 不过谁让这位小祖宗是自己主人呢? 不过, 凭借自己对主人的了解, 主人肯定又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 算了, 自己还是好好的守门吧。 白玉蹲在门口一动不动, 这里就是父君的书房, 好大好气派。 滚滚一眼, 便被一旁由苍蓝玉做成的一幅围棋所吸引, 这个可以用来打鸟, 不过好像小了点。 滚滚嘀咕着, 突然又看到一旁架子上摆着的几颗夜明珠, 立马放下围棋奔了过去, 点脚将夜明珠拿了下来, 这个可以, 用来打鸟一定很好。 哇, 原来父君这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滚滚眼露金光, 一点一点地翻过去, 不好玩, 怎么都是书了。 滚滚翻了一遍后, 发现这里除了那幅围棋, 和夜明珠以外, 剩下的就只有书和笔墨只验了。 这些书好奇怪, 滚滚翻看这几本佛理书, 单单瞟了几眼后, 就眼露金光, 不可一指地兴奋起来, 天哪, 这事, 这事竟然会是全套。 滚滚手里拿着的那几本, 都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 珍贵无比。 滚滚想着, 又从书架上拿了几本书, 之后又乱翻了一通, 看着堆在地上的东西, 滚滚想着怎么把他们带走, 目光看向那屏风, 嘻嘻, 有了。 于是三下五除二便把屏风拆了下了, 将所有看上的东西打了个包袱, 扛在小小的肩膀上。 主人, 你出来了, 白玉见着滚滚肩上的包袱吓了一跳。 主人, 你这是, 打劫。 滚滚把包袱往白玉一放, 小白, 帮我驼回泽西殿。 是, 主人, 白玉无可奈何地道, 对, 自己又成送货的了, 却也还是一路小跑着去了泽西殿。 朝会结束后, 司命跟着东华, 走向书房, 司命得向东华汇报太陈公内务。 可当推开门那一瞬间, 两个人都愣了, 书房内是一片狼藉, 各种书丢了一地不说, 雪白的墙壁上满是墨迹。 这是糟贼了。 司命愣愣道, 继而又道不是, 谁那么大胆, 敢偷到太陈公来。 跟在东华身旁也有十几万年, 各种大风大浪自然也是见过不少。 只是这太陈公被盗, 却是第一次见着。 东华醋梅, 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进书房的, 除了他, 还能有谁。 只不过, 他着实没有想到, 放他进个书房, 竟能带来这样的场景。 去看看, 丢了什么没有。 其实不用问也知道翻成这样不丢东西, 那就怪了。 果不其然, 司命轻点了一番道, 回帝君, 那套苍蓝玉为期不见了, 还有那几个夜明珠, 还有便是丢失了几套珍贵的佛法书籍。 还有海絮屏风被毁。 司命道, 拿几套佛法。 东华问道, 是上古时期传下的四套佛法。 知道了, 东华闭了闭眼, 很好, 帝君, 可要禀报天君。 太成功进贼, 这可是大事。 不闭了, 是滚滚干的。 啊, 是滚滚, 他怎么进来的? 司命十分不解, 虽说滚滚可以出入自由出入太成功, 但是书房的结界, 那可是无人能破。 就连自己有时也是禁不得。 本帝君放的。 东华此时略有些后悔, 他以为滚滚, 只是好奇罢了。 又哪里想得到, 滚滚会将他的书房折腾得如此狼藉。 主人, 你把帝君的书房弄成那样不好吧? 白玉看着滚滚把搜刮来的东西一一藏好道, 有什么不好? 不就是要他一些破东西吗? 我青秋要多少有多少? 滚滚藏好最后一样东西道, 白玉窝在他的小窝里。 主人, 这太成功里的东西哪样不是世间珍宝? 怎么就是破东西了呢? 我说是破东西, 就是破东西。 哼, 滚滚一脸傲娇。 呃, 主人, 你开心就好。 白玉翻了个身, 开始美美地睡觉。 小白,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去把千年血灵芝弄过来? 滚滚还是记挂着那株可以给东华补身的血灵芝。 可白玉听后, 却是直接蹦了起来。 主人, 你要做什么? 主人, 那千年血灵芝, 可是天君的心头宝。 心头宝又怎么样? 小爷我不怕。 主人, 你不怕我怕。 要是被哲言上神知道了, 我又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白玉一脸哀怨, 往后退了两步。 想上次陪着主人, 把那头金毛兽的毛给拔了个金光。 被哲言上神知道后, 差点把自己的毛给拔了。 他至今还记得那次哲言对他所说的话, 滚滚胡闹你也跟着胡闹, 你可是上古神兽。 可白玉表示很委屈, 他是上古神兽又怎么样, 滚滚可是他的主人。 主人的命令他能不听吗? 再说了, 这小祖宗折腾起来, 可是会要人命的, 不,是神兽命的。 上次就是因为他阻止了滚滚, 结果却被滚滚在他的饭食中掺了八豆, 还每名其约帮他减肥。 私命连同几个公额, 费了好大劲, 才把书房收拾干净。 你去把他叫来。 东华面无表情的道。 活了36万年, 第一次被人骂臭石头, 第一次书房被人弄成这样, 他怎能不生气? 只可惜, 让他生气的可不仅仅只有这一件事。 之后的两个多月, 他的太成功可算得上是热闹时分。 滚滚这孩子, 不知道给他制造了多少个惊喜。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臭石头, 你找我。 滚滚仍旧是一副傲娇样, 东华见了一脸傲娇的滚滚上一刻的满腔怒火气, 却又顺势消散, 不知为何, 他就是对滚滚发不起火来。 清了清嗓子到你在我书房做了什么? 哦, 小爷, 我随便看看。 滚滚, 仰头瞪了他一眼。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你把本地军的书房搞得翻天覆地。 东华坐在藤椅之上和滚滚平视。 哼, 小爷我愿意, 为什么他坐下来还是比小爷我高了一个头? 滚滚表示不开心, 这是本地军的书房。 小爷知道啊, 如果不是你的书房, 小爷我还不来呢。 滚滚傲娇道, 那帝君是不是还得谢进你的大驾光临啊? 东华无语道, 要是被他查出这孩子是谁家的, 他非灭了他全家不可。 只不过他的这句话是实现不了了。 不用谢。 滚滚微微一笑, 看着东华。 东华一愣, 自己竟然被他带进去了。 而滚滚却自顾自说道, 如果你要谢小爷, 小爷我也不介意。 滚滚眼睛, 咕溜咕溜转着心中又好像在盘算些什么。 东华正要开口, 去被滚滚抢了话。 你堂堂东华帝君自然是说话算数的, 你既然说要谢小爷, 小爷不让你谢也不好。 小爷从来没有见过千年血灵芝, 你有本事去给我弄一株过来吗吗? 千年血灵芝四海八方, 不过寥寥几株。 东华道, 就是因为少, 所以才能显出东华帝君的本事啊, 你不会做不到吧? 滚滚一脸呆萌, 东华竟然看呆了, 滚滚心中得意洋洋, 青秋九尾狐族魅蜀无人能挡。 他虽这魅蜀无法施展, 可是这卖萌也能离倒千万人。 就在东华愣神的那里几秒钟, 滚滚脱口而出, 你不说话那就是答应了, 三天后我来拿千年血灵芝。 不用送了, 小爷我走了。 带东华回神眼前的, 还要滚滚地身影。 东华勾了勾嘴角, 实属无奈。 刚刚为何在他身上, 看到了九儿的影子? 难道他与九儿有什么关联之处? 还有自己, 竟然被他套住了, 看来是自己太过于轻敌了。 思命, 去找一株千年血灵芝来千年血灵芝, 虽然珍贵一场, 可她是天地共主, 一株千年血灵芝还是有的。 思命犹豫了下, 尴尬地道帝君太成功, 并无血灵芝。 东华抬眸没有就去找。 思命瞬间成了苦瓜脸。 千年血灵芝四海八荒, 也找不出几株来, 这让我上哪儿找去? 思命嘀咕道, 天君处有一株。 东华回头道, 本帝君还没老, 听得到。 思命瞬间冷汗, 布满额头。 是, 可是帝君你告诉我, 天君那里有, 又有什么用? 我哪里拿得到啊? 思命无力望天, 自己明明只是个管理人间运步的小仙啊, 可帝君的命令又不得不服从。 主人,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白玉剑滚滚一回来, 就扑在床上大笑问道, 小白, 我们不用去弄血灵芝了。 滚滚抱住白玉, 在空中转了两圈。 主人, 你不要那血灵芝了。 白玉喘息道, 要啊, 只不过不是我去弄。 白玉瞬间明白了, 铁定是主人又对谁卖萌了。 当初自己也不就是因为主人对着自己卖了个萌自己, 就跟着主人了吗? 小白, 你知道吗? 我有点喜欢臭石头了。 滚滚放下白玉, 给他顺顺毛。 主人, 你直接认帝君不就好了? 白玉四仰八叉地躺着, 哪里有神兽的气质。 我不, 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认出我来。 滚滚傲娇道, 算了, 反正我只是只神兽。 白玉懒洋洋地躺着, 不想动弹。 小白, 你为什么不愿意献真身? 滚滚戳戳白玉的肚子道, 白玉翻过身主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真身有多大? 再说了, 我可是上古神兽, 要是天天以真身见人, 那还了得。 也对, 明天我们去廉池吧。 明天明天再说, 我要睡觉了。 白玉不再理会滚滚。 小白, 你怎么比我还懒, 还上古神兽, 我看芬林就是头懒猪。 滚滚嘀咕着, 却也还是把白玉放到了他的小床上。 看了看天, 这么早就睡觉可不是他的风格, 不过干些什么呢? 突然滚滚脑海中, 蹦出了一地名。 嘿嘿, 滚滚熟闷熟路地来到目的地门口, 不知道他在不在。 滚滚站在门口犹豫了。 算了, 还是进去吧。 阿黎舅舅, 你在吗? 滚滚试探着轻声教导, 他是偷偷过来的, 被人看到可就不好玩了。 阿黎正在做功课,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直接丢下毛笔冲了出去。 滚滚, 你终于来看我了。 一个熊抱着滚滚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无聊, 九重天都没, 有人可以陪我玩。 我这不是来了吗? 滚滚从阿黎怀里挣扎出来道。 阿黎, 你在做什么? 滚滚看着他那满桌子的东西道, 哎, 做功课呢。 好烦啊。 滚滚, 你帮帮我好不好? 阿黎一脸期待。 好, 放着我来吧。 滚滚豪气万千。 滚滚你最好了。 原本两个时辰的功课滚滚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就全给做好了。 滚滚, 你好厉害呀。 阿黎很是佩服, 要是我也有滚滚这样的脑子就好了, 可惜遗传这种东西不是自己可以做主的。 今天是我做完功课最早的一天, 的确, 外面太阳还未落山。 滚滚, 我们出去玩吧。 望向滚滚, 去哪里玩? 九重天有什么好玩的地? 滚滚刚来九重天不久, 还不是特别熟悉, 唯一熟悉的便是那太成功了。 九重天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啊。 跟我来。 阿黎偷偷地说道, 生怕被别人知道一样。 这里是哪里? 滚滚看着眼前的一道七宫大门问道, 这里是九重天的藏宝阁, 因为有结界, 所以我一直进不去。 阿黎解释道, 藏宝阁, 里面应该会有好东西吧? 刚好可以拿来几副军补补。 滚滚心中想道, 滚滚, 你可以打开结界吗? 阿黎一脸期待, 我试试吧。 说着开始尝试打开结界, 在开结界时, 还时不时向四周张望。 滚滚, 所有人都被我支开了。 阿黎一见此道, 太好了。 滚滚开始专心打开结界。 哇, 滚滚你真厉害, 结界打开了。 一炷香后, 结界顺利被打开。 滚滚笑了笑, 只要他愿意, 世间没有什么结界, 是打不开的。 走, 我们进去。 阿黎一拉着滚滚进去。 上次跟着父君进去过一次, 阿黎一便一直对着里面念念不忘。 滚滚, 跟我来。 阿黎一进去过一次, 自然熟悉怎么走。 这么多宝贝。 滚滚虽见过不少好东西, 但这是第一次见着数量如此之多的时间珍宝。 这是天君太爷爷的藏宝阁, 整个九重天的好东西都在这里了。 阿黎一解释道, 滚滚现在并不想这些东西有多值钱, 而是想知道那株千年血灵芝在哪。 于是, 两人便在藏宝阁中逛起街来。 这之间, 滚滚又发现了许多珍贵的草药。 滚滚, 看够了我们走吧, 要是被人发现可就不好了。 阿黎一见他们在这里也待了挺长时间了。 好, 今日阿黎在终归还是不方便, 等下次带着小白过来。 当滚滚回到太成宫已是月上柳梢头。 他在干什么呢? 滚滚看着寂静的让人觉得可怕的宫殿, 走向东华的寝殿, 躲在窗台下面, 偷偷地两窗子开了个小缝, 往里瞧去, 却在下一秒捂住了眼睛。 他, 他, 他竟然在又从指缝里往里望去。 嗯, 身材还不错。 嘀咕了一句, 谁? 东华大喝倒。 啊, 被发现了。 滚滚倒也不跑, 只记得推门就进去了。 是小爷我, 东华脸色极其难看, 你躲在哪里多久了? 东华在意的是, 滚滚到底都看到了什么? 滚滚想了想到该看的, 不该看的, 小爷我都看到了。 出去, 东华怒了。 为什么? 不就换个衣服吗? 滚滚眨巴着大眼, 让东华的怒气, 一下子就淹了下去。 你当真以为, 本地军拿你没办法吗? 要不是哲言说, 这孩子是他和九的关键所在, 他早把这人丢出去了。 哪会放任, 他在太成功胡闹? 滚滚并不理会东华, 而是静止爬上东华的床。 小爷我还是觉得, 你的床睡着舒服, 小爷今天就睡这儿了。 说着便开始脱衣服, 东华看着四仰八叉, 躺在自己床上, 还一脸窃喜地滚滚, 想要运用毒心智能你的毒心术, 对小爷我不管用。 滚滚开口道, 东华收回法术, 的确他可以知晓所有人的心, 却唯独读不了他的心。 你睡这本帝君睡哪? 无可奈何地道, 小爷管你睡哪? 要不我们挤挤, 滚滚一脸真诚, 本帝君不与你计较, 说着披上衣服出去, 可门却被滚滚关上。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东华猝眉, 算了, 今天小爷心情好, 我们一起睡。 东华并无防备, 一下子就被滚滚推倒。 臭石头, 为什么他们都说你是挂在墙上的神仙? 滚滚趴在东华的胸膛上, 把玩着东华的银发。 东华并未说什么, 他在考虑要不要把其在自己身上的滚滚丢出去, 好像自己下不了手。 想要说话时发现滚滚已经睡熟, 摇了摇头把滚滚从自己身上挪下来, 替他盖好被子。 想了想, 何一在滚滚身边躺下。 夜深人静, 东华盯着滚滚的睡颜, 久久无法入眠。 突然, 滚滚眉头紧皱, 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 东华半直起身子, 打量着滚滚, 这是做梦了。 手不自觉地俯上滚滚的额头, 夫君, 你为什么不要滚滚? 听见滚滚清晰地说道, 东华的手一顿, 试探着问道你夫君是谁。 滚滚在睡梦中显露童真的笑颜, 不告诉你。 东华一愣, 自己是疯了吗? 还是睡觉吧? 清晨, 几名公俄和近来伺候东华梳洗时, 看到的却是滚滚躺在帝君的床上, 而帝君却在一旁打坐。 出去吧! 东华并未睁眼。 几名公俄立马出去, 不久后一个消息便在九重天传来, 一个折颜上神送来一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竟然和东华帝君同窗共枕, 九重天上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 滚滚睁开眼, 睡醒了, 东华从旁边的椅子上起身, 嗯, 早上吃什么? 滚滚揉了揉, 轻松地睡眼问道, 东华这才想起, 滚滚才两百岁, 是要吃东西的。 没吃的。 太成功的确没吃的。 啊, 滚滚瞬间搭了这个脸, 臭石头, 你怎么穷成这样啊, 连口吃的都没有。 滚滚表示不开心,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回头再给你做, 先吃点这个吧。 东华从一旁的矮岸上移过来一盘水果, 那小爷我就将就将就吧。 对了, 厨房在哪里? 东面。 东华到。 随后, 东华便去参加朝会。 待东华走后, 滚滚便跑去了厨房, 只是滚滚并没有注意到, 他身后有一双怨恨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